大家好,我是金钱 今天从四个方面来分享一下如何养护我们的菊花 每一年都有菊花观赏 菊花的品种多 然后它开花的花期也很长 在花盆里面我们可以观赏差不多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还可以将它剪下来 当先切花在家里面还可以养上半个月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菊花的土壤 它比较喜欢酥松透气肥物含腐质质的土壤 第二点呢,就是光照的时长 光照的时长呢,主要就决定了它开花的多少 以及它开花的颜色 菊花它属于短日照的花卉 但是至少要保持在每天有四个小时以上的光照时长 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 除了夏天需要给它遮阴之外呢 其它的任何季节呢 只需要散射光就可以保证它的正常的生长 第三点呢,就是浇水的频率 除了开春,它的小苗所需要的水分不是很多 尤其是在它开始孕育花苞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频繁的浇水 第四点呢,就是关于养分的补充 在每年的三四月份到六七月份左右呢 主要就是以蛋肥为主 七八九月份呢,为了孕育花苞做准备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补充蛋铃甲均衡的有机肥 这样子可以促使它花苞的孕育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清浅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收藏,转发,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 拜拜